荡尸 瘟疫 恶人 在残酷的末日里 我将如何活下去 时间又为何总是倒回到末日前两个月 我将如何打破僵局 丧尸爆发两个星期后 家里能吃的东西所剩无几 看着窗外密密麻麻油荡的丧尸 我不禁头皮发麻 但为了活下去 我必须出门寻找食物 全副武装后 背着家里最大的登山包出了门 捏手捏脚地经过走廊 暂时没发现什么丧尸 稍稍松了口气 结果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三只丧尸冲出来将我扑倒在地 压根没有逃跑时间 便被丧尸撕咬致死 2035年3月7日 丧尸爆发前两个月 睁开双眼 入目的不是面目可怖的丧尸 而是温暖整洁的房间 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想到前一秒 丧尸还在撕咬自己 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既然中火一事 我便要好好活下去 精挑戏选了一个星期 在中介那里找到一个顶楼富士 并附带天台的房子 既有足够的空间装下物资 堆放垃圾 也有足够的阳光 种植一些蔬菜 以补充维生素 在找到房子后 便开始着手房子的加固和改装 包括安装房爆门 加固墙面 以及在天台安装大面积太阳能板 当然这些都是交给外地施工队 以防漠视后的人心难测 空间上的距离 增加了他们到达这里的难度 也保障了我自己的安全 房子的是告一段落 食物的准备 也要开始提上日程 我根据网络囤货小说 和经验列了一个清单 按照上面进行基本物资的采买 仅仅是上述的东西 肯定是不够的 在剩下的一个多月里 只要我想到些什么 便开始着手购买一些 包括存储新鲜蔬菜 和肉类的冰箱冰柜什么的 但也不会多买 毕竟太阳能所能提供的电力 比较有限 在末日来临之前的两个月 我极尽所能的准备 几乎把以前的积蓄 和从银行所贷的款用完 才稍稍抚平 心中那一丝丝的不安 在这段做准备的时间里 我异常的疲惫 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精神 原本不好的身体素质 又差上几分 感觉随时可能生一场大病 2035年5月6日 丧尸来临前一晚 我在家做了顿 较为丰盛的晚餐 一边看着新闻 一边吃着美味的食物 丰富的味道刺激着味蕾 却不同以往的享受 脑子异常清醒 2035年5月7日 凌晨5点 我享受着最柔和最温暖的晨光 心中一片寂静 2035年5月7日 突然发狂 将周围经过的女生扑倒在地 并开始疯狂撕咬女孩 暴露在外的肌肤 起初 周围的人以为是私人问题 直到外卖员将女孩咬至死亡后 又开始以不正常的姿势 进攻其他人时 原本为官报警的人们 才意识到什么 并向四周逃散 但发生撕咬事件的地方 不止这一处 那些无人在意的角落 和茂密的草丛里 也发生着这类事情 被咬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很多被咬一口后 能及时逃离 还未完全丧失化的人 在心惊肉跳地回到家后 突然丧失化 又开始向以往最亲密的人 发起攻击 这一刻的来临 没有我想象中的瓶颈 反而原本寂静的心脏 开始疯狂跳动 上天哪 请你保佑我吧 在之后的两个月里 我都保持着规律的生活作息 会做一些体力训练 以防万一 也会时常观察周边的情况 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只是自六月中旬开始 气温越发炎热 空气中腐烂的味道 越来越浓重 逐渐从楼下往上蔓延 我已经不敢想象 下面的人 是生活在一个 怎样糟糕的环境里 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 我开始在房子四周 尤其是窗盐边 喷洒消毒液 只是无论我喷洒再多 消毒水也有挥发丸的那一刻 尤其当最热的七八月 悄然而至 我的恐惧心慌 到达了顶峰 在高温的作用下 很多被丧尸咬死 但没有变异的动物尸体 开始大规模腐坏 腐肉上分布着密密麻麻麻的 白色蛆虫 但更令人作呕的 是那些原本生活在下水道 或是人们家中的老鼠 因为缺少食物 开始啃食 已经腐坏的动物尸体 吃了这些尸体的老鼠 有的因病菌死了 而有的还活着 活着的呢 又开始啃食 已经死去同类的尸体 就这样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不仅是老鼠 还有许多蚊虫 苍蝇也开始在这场盛宴里 繁衍生息 而这种现象的结果 便是带来一场惨烈的瘟疫 2035年8月初 天气依旧炎热 当我观察四周时 居然看到有一户人家 从窗户向下抛出一具尸体 因为缺少食物而杀人 这个想法已经出现 便被我否决了 以我对这家人的了解 他们能安全活到现在 有很大程度 是因为他们足够团结 即使食物短缺 即使末日里人心惶惶 他们也能做好 家庭成员的分工 并从那些 已经无人的家中搜刮食物 也正是依靠着这份团结 才能活到现在 那又是因为什么 他们会将家人的尸体 往窗下抛呢 以这种干脆的方式 除非这具尸体有危害 且能影响到其他活着的人 此时此刻 一个危险的想法 涌上心头瘟疫 这个想法令我心头一正 怎么会 怎么会 我在心中不断质问自己 但又不得不承认 这个几率很大 看着那所剩无几的消毒液 恨不能回到当初 再囤上一万瓶 我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推测 抱着一丝侥幸 但这一丝丝小小的希望 也在一具具尸体 从不同人家的窗户 被抛下后 逐渐熄灭 希望破灭后的每一天 我都生活在煎熬中 每一次头痛 每一次腹泻 都能使得我担惊受怕 精神也在这种 高度紧张的环境下 逐渐萎靡 并且腹泻和头痛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 还伴随些许发热 但我不愿相信 自己得了瘟疫 我想活下去 直到九月初 天气逐渐转凉 我还活着 并且身体似乎有了一些好转 可能因为如此 我的食欲也好上不少 我竟开始有些许洋洋自得 2035年9月7号 天气晴 早晨去到天台 发现天台上种的空心菜 和四季豆都可以吃了 乘着新鲜 我摘了一些 一到中午 便哼着小圈 开开心心地准备了几道 久违的清炒新鲜蔬菜 做完饭 刚准备吃呢 拿起筷子的一瞬间 却感受到一阵强烈的浮童 无法 我只能先去拉个肚子了 这一刻 我虽感到有些许异痒 但心情还算轻松 当复卸完 用纸巾擦拭时 我才发现不对劲 鞋 纸上全是鞋 我又抽了十来张纸巾去擦拭 但它好像止不住 不只是鞋 鞋中还夹杂着些许 黑色粘稠的块状物 此时 一个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不由地生起一股悲凉 我隐约感觉到些什么 似乎死亡正悄然降临 但此时此刻 我却顾不上什么血不血的了 站起身 带着衣服上不断渗出的黑血 摇摇晃晃地往楼下走 往餐桌走去 不过三两分钟的路程 好像走了一个世纪 站在餐桌前缓缓坐下 看着眼前刚炒好的新鲜蔬菜 右手颤微地拿起筷子 苦笑着吃了一口 这一口混着耗油的鲜和泪水的咸 竟别样好吃 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这一顿饭吃着吃着便睡着了 睡着了便不愿再醒了 从感染疫病到死亡的这个过程 真的太痛哭了 最后的回光返照 不过是临行前的最后一顿饭 让你短暂开心 却也意味着你离深渊欲发的近 2035年3月7日 我紧闭双眼不愿睁开 我能感觉到 现在是一副健康的身体 也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 这一刻 我竟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 此时此刻 我在脑海中想了很多很多 第一次面临漠视 毫无准备 被丧尸咬死 第二次面临漠视 即使准备充分 却也抵不过瘟疫的侵袭 唯一值得欣慰的 那便是活得更久了些 第一次重生后失败的经历 就像是一道枷锁 困住了我 再次重生 我真的能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幸运地活到最后吗 还是说 只是黄粮一梦 终归会回到现实 那就是 作为一个普通人 一个即使重生 即使预知未来 也无法改变自身结局的普通人 再次重生 我没有了第一次时的喜悦和冲动 反而有了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胸腔闷闷的 透不过气 不过强烈的求生欲望 还是让我暂时放下那种 怪异的无法言说的情绪 开始了针对 末日生存的新一轮计划 既然人群密集的城市 高层住宅 一引发疫病 那我便寻找一处 人烟稀少的郊区生活 在网络上寻找着 一处别墅小区 吸引了我的注意 小区层体面积很大 每栋别墅都自带院子和地下室 入住率很低 并且别墅之间 都相隔一段距离 这种情况 可以大大减少疫病的传播 于是我打电话 向中介询问 这个小区别墅房源的信息 以及哪栋别墅可以改装 毕竟改装对于别墅来说 并不是一件小事 从中介那里得到的答复 便是有一套别墅可以改装 因为这套别墅的主人 都在国外 一时回不了国 觉得房子空置也是那样 不如租出去增加一项收益 听到我比较满意的答复后 便定下了这套房子 在第二天签完租房协议后 我继续联系了 上一世给我装修房子的团队 毕竟有了交涉经验 加之他们上一世还算靠谱 装修这件事 大概也可以放在一边 之后 我又照着上一世的经验 开始进行采购 并特意租了一个小仓库 先用于存放物资 以免吸引有些人的注意 想着等别墅装修好后 再连夜将物资运输到家里 或是伪装成家具搬进来 不过 这一次 我还要提前多采买一些药物和消毒产品 基于对上一世的担忧 如此 我内心对未来又开始充满了希望 2035年5月7日 正午 原本的这个时间 这些小爆点就容易引发大规模响应 我躲在家里 看着上次租下仓库的监控 这个监控是朝向外面马路的 由于仓库是沿着通向城市的大马路建造的 正好方便我进行对外部的查看 就算有什么可疑的人员 从那条马路开向小区这 我也能第一时间做好准备 虽然我为了安全 加上了这一层保险措施 但其实我并不认为会有人过来 从城市到达这里 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尤其是丧尸爆发之初 许多人逃往村镇 导致城市边缘堆积了许多丧尸以及车辆 而大部分人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丧命 之后想要通过这段路更是难上加难 可惜事实验证 我的想法是错的 而且大错特错 确实很难有人通过堆积着丧尸和车辆的城市边缘 但这也说明能通过的人绝对有很强大的实力 若他们是好人 那么我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但若他们是坏人 那么对我来说也是致命的 2035年7月中旬 上一时在这个时间段 气候已经到达30多度 但别墅区这边却还在289度徘徊 整整相差了四五度 尤其小区绿化做得好 树木的遮挡使温度更低了一些 最令我开心的一点是 由于没什么丧失和死去的动物尸体 空气中的味道也好闻不少 虽然偶尔也会有风将那股难闻的恶臭吹来 但相比于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已经好了不知道多少 还有一点让我比较惊喜的是 周边村子里的人家几乎都有些许存量 且每家每户都有种点小菜 所以不存在粮食短缺的问题 而别墅区较为偏远 物业那边基本上都会有小仓库 用于存储一些生活物资 加之生活在别墅区里的人少之又少 人们没有粮食危机 自然也就没什么纷争 就在这种安逸的生活里 度过了还算平静的7月份 2035年8月初 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监控前面 一边看着小说 一边看着监控 过得净有戏惬意 忽然 一个仓皇的身影从镜头前掠过 是一个小女孩 她面颊苍白 神色憔悴慌张 身上到处都沾粘着杂草 由于好奇 我将镜头转向她前去的方向 似乎是不远处的一个村庄 这让我不禁产生疑惑 她是从哪里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又为何直奔那个村子呢 冥冥中似乎有着一些 我未曾预料的事情 正在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2035年8月末 两辆大卡车 两辆房车和一辆越野车 一同从监控摄像头下经过 原本还松懈的神经顿时紧绷 我看着他们向前开去 并停载了原本小女孩 进入的一个村庄 不过一个月时间 村庄已经把原本抵御丧尸用的围墙 加固和增高了好几次 并且还有人轮流在 各处不停歇的守岗 隔得很远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我可以确定一个 身材魁梧高大的男人 从越野车上走下来 并站在村前驻足 似乎是在与丁烧人说些什么 突然 丁烧人将头探出烧岗 上半身的动作幅度渐渐变大 似乎是在怒骂站在墙下的男人 到最后 竟是大友祥与下面男人 打一架的趋势 站在墙下的男人 则是另一番景象 并没有什么情绪 只是定定站着 没一会儿 另一个较为年长的人 走到烧岗上 抱了抱原本情绪激动的年轻人 又开始与下方的男人交涉 交涉了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个年长的男人便走了 走的时候 明显被弯了不少 墙下站着的男人交涉完 便坐上越野车 开始朝别墅小区的方向前进 看着他们的队伍 离小区越来越近 不知怎地心也开始慌张起来 2035年11月 气温从炎热渐渐变得凉爽 原本因为监控画面 而选着的心也渐渐放下了不少 都过去两月了 还没有什么陌生人过来 应该表示还算安全 2036年1月 啊 一声刺耳的尖叫 打破了所有的瓶颈 我闻声望去 但只能看到 前方高大的树和房屋 但尖叫声和隐约的怒吼 一直在持续 没有过停歇 心中那份一直被压抑着的不安 在此刻达到了顶峰 心跳得越来越快 我往别墅顶层跑去 就在打开天窗向外望时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和怒吼声 戛然而止 我顿感不妙 快速拿了一些必用品 就跑到专门建造的 隐藏地下室躲了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地上一直没有什么声音 昏昏沉沉间 我也睡了过去 砰 砰 砰 外墙铁门被撞击的声音 将我从混沌的意识中拉起 里面的 识相就快点开门 不要等到我耐心见底 到时候有你好受的 粗狂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我在地下室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只能装死 并内心祈祷他们进不来 也希望他们能认为 这间屋子里没人 只是我的希望 终究在窗户玻璃破碎的一瞬间 同时破碎了 咔嚓的一声 我知道他们打破玻璃进来了 心在那一刻沉到了谷底 你确定这里面有人 一道恶狠狠的声音响起 有 有 我确定 别让我白费力气找人 不然我弄死你 想让你的妻子和孩子说着 朝面前低头哈腰的男人 催了一口弹 别 别伤害他们 我说 说 这里是一个 一个小姑娘 平时基本没来拿过物资 估计她还有好多吃的 随即 涅如的男人抬头看了一眼 面前凶神恶煞的强壮男人 眼中月光闪烁 哦 没出过门 家里有物资 男人来了点兴趣 那我倒要好好找找 话音刚落便招呼兄弟 开始四处寻找 没过多久 陆续有人下来 领头的男人 腻了众人一眼 都没找到 声音中带着威压 但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 男人站起身子 朝保安重重踢了一脚 你真的确定人还在吗 说着又重重踢了过去 眼神里仿佛催着寒冰 在 真的在 他 他可能 说着停顿片刻 我们有地下室的 对 他在地下室 地下室 是 男人满脸距异 重重地点了一下右一下的头 男人深深地看了地面一眼 说了句小姑娘 给你最后的机会 明天中午前不自己出来 那就是等着我们进去收拾你了 听着楼上发生的动静 我知道自己 已经没有活着的可能了 如果他们真想找到我 大可把地面破坏了 就算不破坏地面 只要他们一直在上面待着 不让我有出去的机会 我如何也是一死 只要一想到再次重生 结局还是只有死亡 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 我待在存放物资的房间里 抱紧了自己 思绪渐渐下沉 陷入了混沌 一时混沌之间 还能隐隐约约听到 他们在楼上是如何大肆酒肉 是如何诉说 炫耀着自己的残忍行径 听完这些 我渐渐理清了 当时在仓库摄像头下 看到的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里 小女孩之所以那般逃走 是因为 她和父母居住的村子 由于没有设防外来人 被这群恶人屠杀殆尽 而自己被妈妈 藏在存放卖杆的仓库里 躲过一劫 虽然免于被屠杀 但是一直待在仓库里 不是长久之计 又成夜逃到了 距离最近的外公外婆 所在的村子 并告诉他们 村子里发生过的事情 而就是因为小女孩的提醒 村子连夜加固了 原本隔绝丧尸的墙壁 并且每天都在加高加固 致使坏人没有可乘之机 才可以幸免 而我当时所看到的 第二幕画面里 丁烧人如此愤怒的原因 大概也是因为这群罪犯了 毕竟两个村子离得近 来往密切 很多人都是亲戚关系 自己的亲人 被他们残忍杀死 试问 谁能不愤怒呢 但好在村长出来 及时制止 并与之谈判 不然万一茫然打开村门 对方又是穷凶极恶之人 双方硬碰硬 没有好结果 虽然村中的壮年也不少 尤其大家都处在 失去亲人的愤怒里 也足以给他们造成大麻烦 但村中没有战斗力的 老弱妇孺也不少 最后只能两败俱伤 后来 之所以他们将近四个月 才到达我所住的别墅 也是因为在来的途中 屠杀了不少力量不强 防御也不到位的村子 突然 我好像不惧怕死亡了 愤怒充斥了整个人 我的内心叫嚣着 他们就是一群畜生 死我一个 有什么好的 我要杀了他们全部 我趴在地下室的门边 听着外边的动静 等到大概凌晨三点 我手中拿着 投包类药物的粉末 倒在所有他们开过风的酒里 以及他们剩下的一些食物里 等待他们 醒后的第一口酒肉 如果他们能一起死掉就好了 可惜 这个概率小的微不可见 我静悄悄跑到门口 萌生一股逃跑的念头 只是一想到自己 连交通工具和自保能力都没有 还是放下了 看了自由最后一眼 就回到了地下室 与其被他们发现后 残忍杀死 不如自己了结自己 我躺在地下室的沙发上 一颗又一颗的吞服着安眠药 渐渐陷入沉睡 等待着黎明的死亡 2035年3月7日 我躺在床上沉思 直到天黑 才起来煮了点吃的 如果第一次重生是意外 第二次重生是幸运 那么第三次呢 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自己的情况了 面对这样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的重生 我早已没了兴奋 没了侥幸 剩下的只有对未知的恐慌 和对未来的迷茫 我不知道自己还要重生多少次 又要如何才能结束这一切 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后 其实我已经感到疲惫不堪 简单来说就是心累 我很想有一个发泄口 来释放自己多日所积累的情绪 也很希望能有人明示我之后的路 该怎么走 我思考了很久 几乎这一整天都在找可以不用重生的突破口 当我整理了自己重生的条件后发现 我的死亡便是重生的开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岂不是永远都会重生回到现在吗 毕竟我的生命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如果死亡不是必要条件 或是不是唯一条件的话 那又是什么呢 难道是末世 难道要等到末世结束 总不能是让我结束末世吧 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 这就是不可能 如此想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情况了 就是我能活到末世结束 这虽然难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想到这儿 我决心这一世 一定要找到一个万全之策 因为我已经过够了一遍又一遍的末世生活 我想回归正常 人多的地方容易引发瘟疫 人少的地方 例如别墅区呢 又容易成为别人寄予的对象 那又有什么地方 是我能找到的人少 并且常人难以想到的地方呢 我打算在电脑上搜搜看 由于电脑平保正乔 是一幅山景的摄影图 在打开电脑后的第一瞬间 我就想到了深山老林 但是现在去深山老林建一套房子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有现成的 想到现成两次 我的脑海中 不自觉浮现了防空洞 废弃工厂等字样 但我应该去何处找这些地方呢 但是如果我能找到 那当地人岂不是更加了解 就算我找到了 但接通电力 修缮房屋这些我都不会 我怎么保证 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活下去 这一个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 弄得我崩溃不已 当时就想 如果能有这些的人和我一起就好了 这个想法令我眼前一心 对啊 那我为何不与其他人一起存活下去呢 我就不了所有人 但我可以提前预知 那是不是就说明 我可以在丧尸爆发时 就下一部分人 与我一起活下去呢 深山中的废弃工厂 或是只有当地人了解的防空洞 确实是一个好去处 我在网络上打听这种 可能存在废弃工厂 和防空洞的地方 但凡查到有这种可能 我就会去当地打听 这一个地方的真实性 并对比他们的安全性 最终选定了一个废弃工厂 这个废弃工厂 已经存在几十年了 据说是以前特殊时期的 废弃兵工厂 并且这个地方的具体地址 只有当地的老人 和少部分年轻人知道 这也增加了工厂的保密性 基本上不会有居心不良的人 找到这个地方 由于曾是一个工厂 那他的选址必定缺不了水 有了水 就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加之 如果我能让全村人 一起与我搬到这个地方 那房屋修缮 电力接通 食物种植 就都能迎刃而解 但是如果我现在 就向他们述说这件事 绝对没有人会相信它 那就只有等到 丧尸事件发生之后 再与他们说这件事 并袒露自己曾重申过的事实 但这所有都得在 与他们有一个良性关系的前提下 2035年3月9日 在想通所有的事情后 我出发去S村 开始与当地人打好关系 在去之前 我租下了之前的那一个仓库 并安上了电动卷帘门 也在仓库里堆了一些的食物 当然堆在里面的酒 是我专门 从小作坊定制的里面 加了头包粉末的酒 酒瓶与其他正经工厂 生产出来的差异不大 像这种末日狂徒 压根发现不了 这件事不一定会成功 但我想这么做 只要有几率让他们死 我就要做 不仅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 也是为了能有一定几率 救下其他人 至于电动卷帘门 是为了不伤及无辜 让他只为他们 这一群恶人打开 为了不让他们怀疑 这里面有猫腻 我故意把仓库里的食物 弄得凌乱且分散 营造一种主人 在慌乱情况下 搬了一些东西 就离开的假象 在做完这些事后 我便正式出发去往S村 2035年3月11日 我到达了S村 谎称想要在这儿 居住一段时间写写文章 并与村长和一些村民 沟通了一段时间 经过同意 长时间住在了 村长家的一个空房间里 经常会让我去他家吃顿饭 了解到这个情况 我组织了一个聚会 在每晚六点举办 美名其约是为写文章提供素材 其实是多给这些老人一点陪伴 并且也让自己 更加融入村子的氛围 聚会的时候 总是会有小孩子来玩 我常常会准备一些小零食给他们 以至于这些孩子都很喜欢我 得到了孩子和老人的喜爱 很多中年人也渐渐放下了 对我这个外来人的防备 并开始相信和亲近我 一个月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就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过去了 在丧失爆发前的两个星期里 我租下了一个仓库 用于存放许多的粮食 不过资金有限 这些物资只能供自己的需求 但一想到末日来临后 物资的需求大大增加 我就假借捐赠之名 让大家可以主动筹备 这些粮食和日常用品 不过好在村民们 大都淳朴善良 村子也较为富裕 所以这件事情还算顺利 离丧失爆发 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 不过只是 离我原先住的地方 还有一个多星期 我不知道离这里还有多久 但是我知道 已经有一些地方 开始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我在网络上 寻找这样的信息 收集起来 并且在晚上的聚会上 告知了那些老人家 并不断劝说他们 叫自己在外地的亲人回来 本身老人家 大多会有些迷信 再加上那种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想法 他们也开始认同我的想法 并联系在外地的亲人回来 但是如果直说 那在外地的亲人 必定大部分是不会信的 所以我们 只能以各种理由进行劝说 尽量在这一个星期内 可是随着亲人们 不断回到家乡 脑子再笨的人 也都会产生怀疑 2035年5月2日 夜晚的村子格外宁静 只有田野里 偶尔的几声蛙鸣 哼的一声 一只杯子被摔在地上 是村长家发出的声音 爸 村长儿子一脸愤怒 你怎么能因为相信 这么荒谬的事情 把我们叫回来呢 你知道我最近 为了一个项目有多忙吗 都快结束了 结果你一句生病 把我喊回来 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几句话 基本上是吼出来的 声音大到好多人可以听见 而就是这几句 引爆了很多家庭子女 被以各种理由 骗回来的不满 一时间 吵架的家庭越来越多 越是在这种时候 我越是不能退缩 想要他们彻底相信我 必须要经过这一遭 我下楼平息了 村长与他儿子的争吵 并让村长召集全村的人 到大家平时开会的大礼堂 在大礼堂里 我站在最前面 用自己最镇静 柔和 清晰的话语讲道 我知道大家都不相信 会有丧失这件事 那么 请大家先看一下 结束后 我看还有许多人 在有一排怀 便又说道 我知道 大家虽然看完了视频 和一些资料 但还有一些怀疑 那么 我在此向大家坦白一件事 那就是 我重生过三次 而这一次是第三次 我花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讲述自己的重生经过 以求真实和完整 在讲述结束那一刻 我坚定的目视前方 无论你们信不信 但是我请大家熬过这段日子 三日后 丧失的消息会遍布全网 那时候你们再想走也不迟 毕竟自己的性命 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话音刚落 我也就不理会众人的讨论了 毕竟与其一而再再而三的解释 不如让他们自己消化一段时间 不过我原先和大家一起囤的这些物资 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所以在最后的这几天 还要继续再囤上一些 只是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并不能确定 人们是否还愿意花钱去购买物资 只能希望他们可以抱着 宁可信其右 不可信其五的想法 囤上一些吧 2035年5月3日 实在没有办法 我只能去说服大家 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过程尽意外地顺利 可能是大家也开始意识到一些什么 为了囤货更加隐秘一些 我们又在离镇子较近的一个地方 租了一个仓库 作为运送物资的中转站 等到物资足够时 再让村头运货的老李开着大货车 一并拉回村子 当我以为这件事 可以顺利进行下去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 2035年5月6日 一声嘶吼从仓库中传出 还在卸货的老张 顿时被吓了一击零 赶忙跑上车 关上车门不敢动弹 许是他想起我说过的丧尸 所以也没了好奇 整个人吓得直哆嗦 直到过了几分钟缓过劲以后 才颤颤巍巍地拿起车座旁的手机 向我打来了电话 闺女 我刚刚卸货的时候啊 听到仓库旁边 不知道哪儿冒出一声吼叫 吓得我呀 直往车里跑 你说说 是不是那什么丧尸啊 张叔的声音还在发抖 可见这事儿 着实是把他吓坏了 你等着 张叔 我叫几个叔一块来看看 要是仓库里进了丧尸 可了不得 话音刚落 我便叫上几个还算靠谱的壮年 一同前往仓库 我用一些废旧报纸全副武装后 也让跟着我一块去的几个大叔 学着我在身上裹上一些报纸 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到达仓库后 我们第一时间让李叔也在身上裹一些 做好准备 我们就分头在仓库里找了起来 可奇怪的是 找遍了每一个角落 都没发现丧尸的存在 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可以听到丧尸的声音 难道丧尸不在仓库里 一想到有这个可能 我就打算去仓库旁边瞧瞧 这个隐患现在不找到 说不定什么时候出来要人命 我寻着声音走去 手中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 就在我快绕到墙后头时 忽然有一道残影向我扑来 基本没给我反应的时间 在他快把我扑倒的那一刻 李叔跑出来 向丧尸敲了一棍过去 将丧尸打退了几步 不过这个行为也激怒了丧尸 丧尸嘶吼着 以更快的速度 跑向李叔将他扑倒 我错不及防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看着李叔因恐惧 而身体僵直地被扑倒在地面 身体叫脑子更快地做出了反应 拿着木棍尖端 狠狠朝丧尸插过去 那一刻身体 好像爆发了无穷的力量 将丧尸的身体戳穿定在了地面 看着丧尸的身体 被冻穿的那一刻 脑子几乎空白 身体好像漂浮在空中 闺女 闺女 你咋啦 吓着啦 李叔沙哑憨厚的声音 将我拉回思绪 我没事呢 叔 你怎么样啦 有被伤着梅 说话间是我自己 也没意识到的颤抖和担忧 梅呢 多亏了你啊闺女 要不是你反应快 我都要被咬上了 李叔挠了挠头 神色都带上了一些后怕 看着丧尸在地上抽搐挣扎 我不禁疑惑 这里这么荒芜 怎么会有丧尸呢 正在我抬头打量四周时 发现一辆小货车 就在不远处停靠 我恍然大悟 叔 你看 这里人烟稀少 基本不太可能会有丧尸 如果有的话 那八成是来送货的司机 说着我将手指向 不远处的小货车 你看那儿 应该就是这司机的车子 如果说这司机都变成了丧尸 那现在的街上铁定不安全 想到今天还有村里人 正在街上采购 我就心头一紧 快 叔 你赶快让现在 还在镇上的人回来 现在镇上不安全 镇上 现在还有赵家 那个小子在搬货 那我现在让他回来 赵家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我急忙掏出手机 将电话打了出去 喂 赵哥 你还在街上吗 在呢 怎么了 妹子 现在街上已经不安全了 你快回来 一刻都别停 快回来 由于太担忧 我的声音几乎是吼出去的 好好好 妹子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回来 听到肯定的答复 我松了一口气 既然镇上已经不安全了 那就说明 这个仓库也马上要出问题 想到这儿 我立马联系开货车的张叔 动身前来拉走 仓库里所有的货物 激进天黑 仓库中的货物 你全部拉走 但是赵哥依旧还没有回来 所有人都开始担忧 赵哥是不是发生了些什么 就在我们等到八九点 快放弃的时候 赵哥只身跑了过来 赵哥刚看到 我们就晕了过去 倒在了地上 随后 李叔几人想将赵哥 抬进车后座 却被我阻止了 现在赵哥晕过去了 我们还不能确定 赵哥有没有被咬 就这样带他回去 万一有个差错 全村人都会出问题 那咋办啊闺女 我们也不能让小赵 一个人待在这儿吧 太危险了 几个叔在那儿 急得直跺脚 不能让赵哥回去 但也不能 就放任他一个人不管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 留一个人在这儿 陪着赵哥 那我留下来陪着吧 我对丧尸了解些 有突发情况好应对 话音刚落 便遭到了李叔的反对 不行 你一个女娃娃 这多危险啊 要不我留下来陪着你 其他几位叔 也同意地点了点头 张叔又牵头说了句 我们一起看着吧 一人看一小时 万一有什么情况 也好应对 张叔说完 我们便按照张叔的话 轮流守着赵哥等他醒来 半夜五点多 赵哥醒后 李叔几个在问了他身体情况 并为他检查了身体后 确定没什么问题 给他喝了点水 便带着他回了村子 路上 我们了解到 昨天他在开车回村时 发现前面堵塞状况严重 就在他往前 望过去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从他身旁跑过 好像还伤了一只手 手臂上全是血在往下流 这样他突然想到 我说过的丧尸 全身打了一个机灵 就赶紧开车往回道 向镇子西面更远的小道开去 只是货车太大 开不过去 只能沿着小道跑回来了 所幸镇子离存货的仓库 不是很远 否则不知道要跑到什么时候 赵哥和我们发生的这些事 更让大家坚定了 立即搬往工厂的打算 这几天买的物资 早就已经被陆续送到工厂 除此之外 那些小孩和老人 也早早就过去 被安置在一些帐篷里 所有青壮年们 都还留在村子里 收拾着家中要搬去的东西 基本上每家 每户搬个两趟就能搬完 上午搬过去一趟的人家 基本下午四五点就回来了 又开始搬着最后一趟 夜里七点左右 所有人抱着不舍 回望了村子一眼 才陆续开车去往废弃工厂 你瞧 我活下去了 终于迎来了末日曙光 可我一点也不开心 面对大自然 面对强大的敌人 其实我一个都对抗不过 若是再来一轮新的未知的末日 那我最终的结局也不过一死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重生究竟是好是坏 坏 我又活下去了 好 可是一次次死亡的痛苦 至今也不能忘却 第一次重生时 我以为我是天命之子 后来的一次次死亡 让我意识到 我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 不过 我也明白自己 确实是个幸运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次 重生的机会 最后的我也终于不是孤军奋战 有了更多可以团结的家人 全文完